女陪大名单更新 23岁女陪主公斗达保加利亚 零零新搭档来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流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中国女陪的体谜 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陪最新情况 大多数中国女陪已经正式了斗达保加利亚 在今天晚上我们将会面对第一个对手 巴西女陪目前是说实践平均第二 整体实力非常强劲 在之前也是多次击败我们 作为蔡贝内说 她也是刚刚接手中国女陪 在前两场比赛中啊 中国女陪表现不佳 我们是接连输给美国日本 遭遇两年倍 如果这场比赛 中国女陪收有不慎 很有可能遭遇三年倍吧 作为巴西女陪的说 她在之前也传出了不好的消息 球队中几个主力球员 也是因伤将无法参加中国对巴西的比赛 作为主战连蔡贝内说 她自然是希望能够在本来中击败巴西队 指出连位的一个颓势吧 就在刚刚呢 也是据媒体曝光 可以说女排大名单也是进行了更新吧 现在呢 蔡贝内是正式的更新了14年大名单 通过名单中我们会看出呢 作为23区的女排主公署 陈闭言 是正式的入选本次一个名单 这名主公署啊 在之前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吧 在之前的实行赛中啊 也是表现非常优异 随着陈闭言正式入选名单 可以说作为李英英的搭档 终于来了 因为在之前 李英英的搭档呢 不是金益 就是王云露 通过前一场比赛来看呢 金益和王云露的状态啊 确实不佳 也是遭到球迷的质疑 随着陈闭言正式的担任球队的主公署 我们相信在队列巴西的比赛中啊 陈闭言很有可能手法出场 因为目前来看 我们确实在主公署这个位置上 是一个大的漏洞 在之前随着朱婷和张昌露 两大核心无缘本次的比赛 可以说在主公位置上 李英英是独目难支 还是希望蔡兵能够真正选一个 自己合适的搭档 能够在第三场比赛中啊 打出好的表现 我们是希望呢 中国女排能够在有了成品的加持之后呢 能够在第三场中啊 输货四年胜 昂首的晋级总决赛 这可能是所有喜欢 中国女排体育的一个共同愿望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流球 下期的聊